品味生态之美 追溯人文之脉 拥抱诗意之境 构筑银居之城 生态肃宁 人居福地 肃宁 位于苍州市西端 处环渤海经济区 和京津冀都市圈内 事供卫雄安新区的南大门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让宿宁与世界快速相连 走进宿宁 空气清新宜人 绿意满目苍翠 城市洁净亮丽 作为拓展城市载体功能 改善人居环境的一项民心工程 创建河北省人居环境奖 正让宿宁经历着亡历叠变 宿宁县坚持把城乡居住环境建设 作为重中之重 今年年初 县委县政府更是开创性地提出来 三年再造一个新宿宁的战略部署 把良好的生态作为人民群众最大福祉 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周密实施 绘制了城市科学发展蓝图 创建工作稳步推进 处处彰显出生态和谐 靓丽迎居的魅力 成功举办了第十八届中国上村国际皮草交易会 2018中国宿宁首届征访服装文化节 汤州市旅游发展大会也将于10月18日在宿宁举办 这里鸟语花香 绿意盎然 生态肃宁 居水硬白云 开窗花扑面 令人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 我们不遗余力地打造生态景观 呵护这里的温润灵动 也守住了浓浓的乡愁 美化公园绿地 实施拆墙线绿 立体植绿等增绿工厂 完成了住建局等单位 拆墙线绿油园改造工厂 增加了原路小品等配套服务设施 建成共享绿地 打造特色街道 目前宿宁县十条街道 获得省级园林市街道称号 林阴路推广率达到70.63% 40多个街头游园 实现了300米建绿 500米建源 开展绿化行动 建成了11个省级园林市单位 荣天城市花园 硕黄生活区 京鼎小区等 省级园林市居住区五个 百姓推窗建绿 喜步文乡 传承历史文化 目前五元城移植等78处不可移动文物点 即清真寺等五处代表性建筑 已列入历史建筑并得到有效保护 制定了宿宁县股树名墓保护管理办法 对县域内股树名墓实施挂海保护 建立了股树档案 首位避水蓝天 通过积极推广汽带煤 电带煤工厂 集中整治散烂屋企业 可以加入窝点 大力拆除燃煤锅炉等措施 空气质量大为改观 落实核掌制 坑塘掌制 实现核塘环境 整洁优美水清暗绿 同时 以与发大会为契机 大力开展了增绿工厂 对城区街道及沿途绿地 进行提升改造 刷新了城市的颜值 对城区街道及沿途征工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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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